Hello everyone 今天给大家猜一下雷西仔是最大的移动硬盘 之前最大的是5TB 今天我们就要接一条8TB的版本 All right 这就是Rugridge Shuttle 8TB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大小其实还是挺大的 其实差不多是两个之前的盘的大小 但是呢这个的确又跟其他的那种得需要带供电的硬盘要方便得多 因为它不需要专门外接供电 它可以直接通过USB Type-C连接也可以得到电源 只要你的电脑还是用老版本的这种USB Type-A 那你就需要还专门用外接供电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国家的插口 说安装有一点费劲 这样子放进去而不是这样 比如换到了欧洲 德国 你就可以换这个版本 这款硬盘最好就是它的设置真的很简单 很重要一件事情 标注它 你要是像我一样有那么多硬盘的时候 那你会乱的 像比如这一块是我的剪辑硬盘 上面写很清楚是项目 然后呢上面也写的名字 到底是谁的硬盘 这样你就不会跟其他的搞混 OK 完美 这些软件不需要必须下载 但是你可以做些详细的设置 像比如把它的8TB改成两个4TB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是在这一个4TB的空间里面做的各种储存 全部都会在另外那一个一半的4TB上面有一个镜面的备份 这样子的话你的人件很安全 所有这些类型的类型硬盘 它们都是有保护的 比如从1米左右的高度摔下来后还是能正常使用 这个我之前测试过了 然后我很喜欢之前雷系的版本 是因为这些线你是能很棒的就是收起来的 这个是雷电2 它是很扎实的在这不会动来动去 但是我们要是看这个新版本的Type-C的版本呢 不是特别安全插入面积其实很小 所以很容易你要是不小心的话是会折断它的 所以这个还是得小心一些 除此之外我已经很期待这个新的剪辑硬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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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